我们先来看这些图片 这些照片都是从卫星上拍摄太阳的照片 这些照片里都存在着一些奇怪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太阳基地 大家好 我是老客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名的阿部主 旁边是调查员小新 大家好 好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照片是谁拍的 拍摄这些东西的探测器叫SOHO SOHO的全称叫做太阳和太阳圈探测器 这是一颗由NASA和ESA共同发射的卫星 目前它是专门用于观测太阳的最先进的探测器 它几乎是每隔12分钟就会对太阳拍摄一张照片 其实这12分钟它会拍摄几张 它有多种探测形式 比如说红外线 集子外线 还有LASCO等等的模式 而且它所拍摄的所有的图片都是公开的 今天我们的所有照片都是从NASA的SOHO的网站里 拿到的公开的照片 而且保证 因为太阳和月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两个天体 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了 太阳距离地球1.5亿公里 半径大约69万公里 半径是地球的109倍 体积约为地球的130万倍 太阳是一个完美的热等离子理想球体 所谓等离子体就是由阳电子 中性粒子 自由电子等 多种不同性质的粒子所组成的电子中性物 热等离子体就是这种电中性物质处在一种高温的 完全电离的状态里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太阳的实体了 太阳的核心温度超过1500万摄氏度 表面温度也超过了5500摄氏度 目前人类制作的最耐热的材料是 碳化氮和碳化哈 这两种材料可以抵御近4000摄氏度的高温 但是到达太阳表面它也得融化 对吧 目前我们人类制作的寒天器 太阳神2号是最接近太阳的人造物 距离太阳表面4500万公里 基本上就是只比水星近日点更靠近太阳那么一点点而已 水星近日点的轨道大概是4700万公里左右 好 有了这些基本的背景之后 大家可能就能深刻的感受到下面的照片有多经验 这一张照片是直接从网站上淡下来的 你看它有时间 2019年5月23号 我凌晨1点13分拍摄的 它是格林威智实践 这时SOHO使用EIT195模式 就是极紫外望远镜拍摄的 这个极紫外望远镜是专门用来呈现太阳的过渡区 和内部日缅层的照片 地球大气层会对极紫外波段的光有很强的吸收作用 基本上我们在地球上是无法观测到极紫外线的太阳的 因此地面望远镜是没有办法观测的 SOHO卫星的任务之一就是弥补这个缺陷 通过SOHO我们才能观测到这个光谱下的太阳 而且我们不仅能观测到太阳的日常活动 还能捕捉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 比如说5月23号这一天 这是2019年5月23号中午1点13分拍摄的照片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亮点 你发现没有 这个亮点有个尾页 像不像从太阳上直接升起飞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这是这张图片的重点了 图片上捕获了一个类似尾焰的东西 而且这个尾焰还有一个类似火箭发射 留下轨迹的这么一个痕迹是不是 也就是说如果这是真的 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太阳上发射起来 飞到这里的一个过程 刚好被我们的SOHO捕捉到 好这是一张照片是吧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 下面这张照片是SOHO使用LASCO C2模式进行拍摄的 LASCO C2模式是一种宽角分光日冕仪 专门用于观测太阳示范的日冕 为了观察日冕就必须用一个圆盘来遮挡住太阳的强观 你看中间那个黑色的点是吧 其实就是太阳 只是为了观测日冕 科学家用一个东西一个圆盘遮住了太阳 用于观测日冕抛射物 你看周围那些关线都是日冕抛射物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2020年11月9号的照片 这张照片你有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右上角那个有一条线 对你看那个线的尾巴是一个光点 而且这个线直接联系到日冕里面去 这张照片似乎是拍摄到了一个 类似飞机尾迹的这么一个轨迹 而且可以看到整个尾迹是从日冕的 抛射物里面飞出来的 很可惜的是我们拍到这张照片 这个轨迹的尾端特别小 我们只能看到那个地方有个点对不对 好像是一个飞得很快速的东西 直接从日冕里面就飞到那个地方了 但是很可惜我们无法辨别什么东西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幅图像 这幅图像是SOHO是用LASCO C3模式拍摄的 LASCO C3模式也是为了研究日冕的一种模式 它拍摄的区域更广大一些 这张照片是2020年4月23日5.54分 SOHO拍摄到了这个图像 我们注意 这个图像的左下角有个立翻体 看见没有 而且我们仔细的观察这个立翻体 这个立翻体上好像还有花纹 对吧 并且是背向太阳这个方向更亮 朝向太阳这个方向更暗 而且很惊人的一件事情 我们比较一下 按这个比例 它应该是很大的东西 虽然这个说法不是很严谨 因为有可能近大远小透视关系 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么一件事 这肯定是一个像素版点 可能是拍摄的时候 这个块的像素出了什么问题 对吧 好 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先按下不表 我们先接着再来看照片 这张照片是2022年4月15号中午1点14分拍的 SOHO使用了EIT284模式 再次不知道了一个神秘物体 在太阳周围都是黑色的物体 你仔细观察这个物体 很奇怪 它离太阳这么近 但它完全黑成一片 对不对 而且我们仔细观察这张照片 发现这个神秘的立方体 其实是有棱有角有勾有鹤的 整个外部应该是被涂了什么 吸热或者吸收太阳光的这种物体 成一片漆黑状 甚至是太阳都没办法照亮 这个图我觉得可能也会和上面那张图一样 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卫星照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黑掉了 对吧 刚好丢了 刚好丢了对吧 或者传输的时候出什么问题 刚好丢了 其实老实说 我在看到这两张照片的第一反应 也是这个 我也觉得 这肯定是SOHO这个卫星上的相机出了什么问题 不管是CCD出问题了还是传输出问题了 反正肯定是像素问题 但是直到我看到的下面的照片 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有什么东西在带上 这张照片不是使用LostCode的C2或者C3模式 而是使用了极字外模式里的EIT284模式 拍摄时间是2022年2月3日中午1点06分 你仔细看这张图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这里出现了一个长翻体 如果我们说刚才那个矩形立翻体是像素模糊或者像素丢失 那么这个立翻体就无法解释了 这个立翻体甚至有一部分嵌入了太阳的火焰里面 对不对 而且刚才那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正翻体吧 我们说这个是呢 更像一个长翻体 它和刚才那个立翻体有相同的东西 就是它周围也有那种棱角一样的东西 而且它也是通体漆黑的 即使它有一部分已经接触到了太阳正在爆发的一颗药斑 但是它好像没有任何问题 它还保持着立翻体的东西 而且这个立翻体甚至连药斑都没有办法的把它照亮 它完全漆黑 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这个立翻体的周围还有一些小的黑色的东西 看见没 小片小片的残渣一样的东西 好了 这个立翻体其实最夸张的是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 我们前面说过 太阳的直径是地球的109倍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算 这个立翻体至少至少有两到三个地球 这么大 对 但是我还是比较怀疑 就像背着光拍照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把我的一部分给照的霉掉 就是曝光掉 这个曝光过度这一片特别亮是吧 我知道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怀疑过 你说的那种可能性也有 但是即使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这个至少也有一个地球灯塔 对 那这里还有像隐身了 对像隐身了 对吧 现在是立翻体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个照片 我们看到这张图像可能是太阳附近存在不自然立翻体的决定性证据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2年4月17号中午1点06分 仍然是使用到EIT284模式捕捉到的这个黑色的立翻体 从太阳表面出现的瞬间 有一部分 是吧 它已经淹没在太阳的那个气体流里面 对吧 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立翻体的一部分是似乎是被太阳的火焰已经完全淹没了 另一部分是从太阳的火焰里面出现的 而且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立翻体的边缘也是一愣一愣一愣 像阶梯一样的东西是吧 和上个那个图比较 除了上一个是长翻体 这个是个正翻体以外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也有可能到那边 也有可能是这一块 对吧 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之前出现的同一个立翻体的形状的UFO 而且同样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东西的大小 因为已经有一部分眼眸在太阳里面了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如果它只是一个正翻体 那它的大小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三个地球怎么大 这些图像和视频 目前仍然可以在NASA的关于SOHO的官方网站公开可以查到 我刚才反复说了 我们会把网站的链接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根据我刚才提供的这些日期去查 有没有这些图片 所以我认为这是肯定不是伪造的 NASA会说或者ESA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图片 或者说是卫星的出现了问题 但是这也不能完全解释 这些立翻体为什么会有一半淹没在太阳的内部 而且会出现在取景范围内的不同的位置 对 坏的还贴随机 是随机的对吧 我说一种假设 如果这些立翻体真的是某种能登陆甚至飞越太阳的宇宙船 那就太恐怖了 我刚才说过 我们人类现在离太阳最近的探测器 太阳升二号也要离太阳有4500万公里 我们人类现在最好的材料 最耐热的材料 也不过只能耐受4500摄氏度的高温 离太阳表面的温度还差1000多度呢 我们现在的科技可以说在这种太阳面前不堪一击 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是外星宇宙船 有一个文明它可以造一个比地球还大的宇宙船 这个宇宙船能够穿越太阳 进入太阳 太阳的观都无法照亮它 那是多恐怖的一种存在 如果这个外星文明决定攻击地球 那我只能说 在他们眼里 我们可能连虫子都不是 对 所以他们没有攻击地球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没有必要 我觉得如果都到这个文明了 他们可能对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观测 观察一下 2023年5月17号和7月26号 美国政府在国会举行的关于UFO的公开听证会 这个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式承认UFO现象的存在 并尝试解开这些不明飞行物的真相 这次听证会并不是直接承认外星生命的存在 而是为了确定UFO目击事件的频繁发生 并表明政府正在我们正在一致的面对有UFO这种情况 但是今天的重点是这个 在这次听证会里面 前美国海军F18战斗机飞行员瑞安格雷夫斯等人出席作战 分享了他们对UFO目击的经过 特别是瑞安格雷夫斯 他称他在2014年驾驶F18战斗机时 目击了多个不明飞行物 其中有多个不明飞行物是一个 包括一个内部有黑色立翻体的透明球体 这种描述与今天我们在太阳附近观测到这种立翻体物体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尽管他目击这些立翻体的地方是在地球上看到的不明飞行物 但是会不会这些立翻体就是这个太阳上不明飞行物的小飞机 水滴 水滴这种存在呢 他每隔12分钟照一张 而且这12分钟中间他不是说是没有别的照片 他是各种模式 轮换着拍 一直在轮换轮换轮换的拍你知道吗 一天有几百张照片 所以整体来说他肯定是非常非常多的 甚至多到NASA自己都不想处理 我连批都懒得批你知道吗 都传吧 毁灭吧 对 毁灭吧 累吧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地球都黏了 你随便了 毁灭吧 赶紧来 累了 NASA他现在对外线人这个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呀 就是NASA本身他还是要抱有一种我是研究机构 有的人猜测他为什么会隐藏这个信息啊 就是一种猜测的是他其实知道 他也接触过 但是他觉得这个时刻让人类和外星人就直接产生接触了 就直接的公开的说其实是有外星人的 而且外星人非常非常先进 他们有这么大的非常 会让地球我们这些人陷入一种巨大的虚无主义里面去 对 惶恐 只不过他们会把我们当成宠物 或者说是研究宇宙生态圈或者是宇宙生命科学 或者宇宙社会学的一个对象 或者是一个元素 那如果他把这些东西都公布了 第一个我们很多人会陷入一种巨大的虚无主义里面去 我差距太大了 这个甚至会形成一种无政府主义 宗教也会失去原本的能力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他们其实觉得有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 但是他们要站在一个 我们是严谨的科学研究单位这么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飞行器飞到太阳上去看一看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我不做任何评价 我就把这个证据犯出来了 你觉得有就有 你觉得没有就没有吧 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戴森球吗 说如果有一个二级以上的文明 他就能建造一个戴森球 使用太阳上的几乎所有的能量 但是如果这些是宇宙船的话 他可能这种文明都无法用二级文明 甚至三级文明来描述了 他要去吸收的可能是太阳核心的能量 这种三级出来的能量他可能看不上 或者他有某种转化能量的方式 更高效率的一种方式 对 有很多假说 比如说地球是监狱的假说 或者说是地球是实验场的假说 如果是实验场 其实这些人可能就是做实验的实验者 对 而且有一定的干涉 可能但这干涉肯定不是明面上 对 比如说俄罗斯那颗贵星转地球 对 可能就是他们出手 对 如果不是他们出手 那个贵星绝对灭几个城的那种 对 那个到现在都解释不了 对 其实如果一个文明都能进入太阳 他要做这件事情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什么吉马赫 无所谓 心若在梦就在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这种恶意或者目的性的存在 还是我们低等种族才有的思维模式 我也觉得 高等种族不一定有什么目的性 或者为了什么企图什么 这种思维模式 其实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目的可能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 他可能没有办法用地球人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或者语言来跟我们解释他的目的 对 比如说这个宇宙船就是阿萨托斯的 他可能连面都不敢录 为什么 他残测太高 地球上的我们 见到这种外神般的存在 就疯了 三只清零 对 三只立马清零 就疯掉了 就疯掉了 对 如果他批图了 那就反向证明这东西是真的了 他反而就是把真实的放出来 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 对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